根据新报今天的特别报道 妇女部引用马来西亚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指出 我国的生育率持续下跌 并且处于最低水平 预计将在2072年就会面临人口萎缩的问题 在东南亚的国家当中 我们马来西亚是排在最后第四位 只是领先新加坡、泰国以及汶莱而已 在70年代 我国每一名母亲的生育率是4.9个孩子 不过来到去年2018年 15至49岁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却大幅度下跌到 每名母亲只有1.8个孩子 这也已经成为大部分华人家庭的写照了 另外根据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越来越多妇女没有孩子的现象 也有上升的趋势 在15到49岁的妇女当中 就有8.6%的妇女没有生孩子 不排除来到今年将上升到10% 报告当中也提到 我国的生育率持续下跌 不外乎是因为夫妻晚婚 还有生活成本上升 导致国人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另外报告也显示 现代年轻人保持开放的态度 认为不生孩子 可以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 追逐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今天八点最热报记者宋美珍还有叶小慧也走访了吉隆坡一带 我们听听民众的想法 大马人的生育率创新低 真的是这样吗 先问问时下的年轻一辈 在他们的理想家庭当中 想拥有几个孩子呢 不出所料 大家都一致回答 只要有一两个孩子就足够了 部分的年轻人想法已经有所改变 他们认为人生不再只是跟家庭画上等号 有的注重发展事业 有的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不再急着结婚 也不强求有孩子 结婚在30岁的年轻人应该可以 所以你已经解决了 我认为两个孩子就足够了 没有就没有 有就有 但可能会控制在一个就不想要多了 可能一一到两个就好 这边要省的吗 现在的年代 钱的问题 或者career的问题 我们来比较喜欢做工 比较喜欢找钱 去旅行这样的东西 有没有孩子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有狗吗 有狗就OK 我啊 时代不同了 看着我国生育率逐年下降的现象 已经组织家庭的年长一辈 是感同身受 他们也以过来人的身份 认为教育孩子的确不容易 年轻人不想生孩子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经济压力是最大的源头 然后第二就是他们生了没有 真的没有时间去照顾还是什么 所以变成现在的社会很多年轻人都不想去生 绑住他们的时间 等下又生病一下呢 小孩子每个月都会生病啊 现在教育孩子费用很高嘛 而且现在也没有那种养儿烦恼那种训练了 九百年轻人都会五六岁五六岁 教育人不同哦 现在挺贵的东西 哪本有贵 别人太有贵 尽管在大环境不利的条件之下 依然还是有人抱着组织家庭的梦想 不过就不再是追求子孙满堂 而是小而温馨的家庭就足够了 如果有一个好家庭 该是至少要有客吧 会比较传宗之一代 那一定要下一代的 这个没有小孩都说 都你路上就聚忙了 哎呀人家的家庭 你子女又买什么回来 你什么都没 那平常都要一个两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